大家好 各位早晨 我昨晚看了一齣2001年 差不多20年前 一齣我完全沒看過之前也沒聽過的恐怖片 比我想像中好看 所以當然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齣電影叫Dagon 這齣電影為何我會無緣無故找來看呢 這齣電影如果我沒有搞錯的話 是一齣西班牙的電影 但裡面絕大部份的對白都是講英文 為何我會無緣無故找這齣電影來看呢 因為早前我相當喜歡看H.P. Lovecraft的小說 或者短短的故事 這齣電影說是H.P. Lovecraft的Dagon 即是改編自其中一本的小說 所以我有興趣找來看 這齣電影的故事 就是講有一群人 其實他有四個人 但這齣電影很專注的 就是講男主角 就是講他們在遊艇上出了市 所以那艘船就沉了 然後他們幾個人裡面 其中一部分人要走 即是流落 流落附近一個島 去找人幫忙 報警 那個島不是一個無人島 裡面有很多人 但是裡面那些人就孤孤怪怪 你看他們的樣子 以及他們的舉止好像有點奇特 然後就開始發覺這個島上有一個歷史 以及這個島上的人 就是想做一些對他們不利的事情 即是追殺他們 然後這齣電影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講他怎樣逃避 即是那些島上的村民 還有他要一直發掘這個村莊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我想我這裡的故事說了50% 因為他後面也有很多篇幅 其實是講這個島的背景 以及究竟背後有什麼黑暗勢力 在影響這個島 這是一個恐怖片的類型 當然啦 因為這是Lovecraft的故事 這齣電影 這齣電影 不是完美的 裡面有很多 一看你覺得好像不太對腦的地方 我一看就有這樣的感覺 首先 他的演員是很合奮的 我覺得 因為有時候 你看一些很舊的電影 你會覺得那個年代的人的演技 跟現在 有一點點不同 例如你看粵語殘片 黑白片 那些 講話的方式 各方面 有些不同 但是你不會覺得他們的演技很差 而且這齣電影其實不是真的這麼舊 都是2000年以後 對吧 所以你看這齣電影的時候 你會覺得那些人 講對白 神情 各方面 好像演得很差 我覺得這齣電影是很可憐的 很多角色都是演得不好的 我覺得比較好的 就是他裡面有一個 裡面有一個老人家 在這個島上的一個原住民 是一個人比較好 其他人都是一般的 還有 我想他這齣電影不是沒有預算的 因為他拍一些恐怖的場面 就是他拍得不錯的 但是整體來說 你會覺得 他是一個 有些位置你會覺得他拍得很逗泥 例如一開始的時候 這些不是村橋 他炒了一隻船 炒了一隻遊艇 你們看到那些鏡頭 就位 怎樣避免 他不是真的炒 不是真的想炒了一隻船 你就會覺得 這些是TVB那些鏡頭 那些擺鏡方式 所以你會覺得 他是不是沒有預算 但是又不是 你看一下 他後面的特技又做得不錯 所以我相信情況 就是那個導演 他比較喜歡做特技 因為這個導演 他之前都是拍一些噁心片 那些 所以他拍這齣電影的時候 我想那些預算 大部分就是去了給他做特技 其他的細緻位置 炒船、炒車等 他就拍得很隨便 就是隨便交代就算 所以他有一點 不是很平衡 他有些位置是相當逗泥 事實上是 但是 好的 就是那個故事 確實是挺有趣的 他用一些 他不是很技術的 把村落之前發生過的事 當他在畫面上 表達出來 我覺得真的很有趣 我看的時候 我很想知道 究竟這個村落 他之前發生過什麼事 究竟在背後 究竟在背後 我都不知道 那個大奸狗 黑暗的存在 究竟是怎樣的一件事 神秘感 他表達得相當充分 所以是很有追看性 因為這個故事 發揮得不錯 因為 Lovecraft 他本身的短故事 小說 他有趣就是在這個地方 我問他背後 有些你不知道 很邪惡的事 在後面 你很想知道 多一些 所以 我覺得 在這方面 我覺得他是 奪得不錯 但是 他也是 故事上 有些不平均 當他講一些有趣的事 尤其是這齣戲 後半部 和前半部 即是一開始的時候 不是前半部 即是一開始的時候 和結尾 我覺得是相當之有趣 但是 他中間 有很大段的時間 就是比較 action oriented 就是 說那個主角 如何逃避這些村民 不讓他們捉 他走來走去 好像捉伊恩 那些部分 我覺得是 甚至去到沉悶的地方 你會覺得 沒有理由 他會走得掉 而且 他在一個地方 走去另一個地方 即是 那個過程 不是刺激 但是 這齣戲有很多部分 是那些 但是 好在 就好像我剛才所說 他的特技 做得不錯 尤其是這齣戲 接近結尾那一段 有很多 那些特技 是挺震驚的 是挺震驚的 雖然是20年前的電影 他沒有什麼 Digital effect 很多東西都是 Practical effect 他做得非常好 他裏面有些畫面 比我想像中 是恐怖很多 他裏面有些 令人不安的細節 例如 他如何整死一個人 例如 他這齣戲 有說一些邪教 裏面有些黑暗的Ritual 即是說到 sacrify 即是把那些人拿去獻祭 即是有那些情節 他裏面那些是表達得很緊張 所以這齣戲雖然很舊 但是我昨晚看的時候 我都覺得有少少嘔心 而且是挺刺激 有些位 不是整齣戲都那麼刺激 但是他尤其是結尾的時候 我覺得是相當刺激 所以這齣戲 我覺得是有好有不好 但是整體來說 比我想像中 是可觀很多 因為這齣戲我開來看 我純粹是因為 Lovecraft的緣故 我是預計了看一齣爛片 誰知道這齣戲 令我有驚喜 原來是一齣 製作味到盡善盡美 他演員的演出 又非常麻煩 但是整體來說 我覺得是一齣值得看的恐怖片 挺有趣的 例如這齣戲 如果比起很多 在Netflix現在可以看到 新的恐怖片 我覺得這齣戲是好很多 所以我給他的評分 就是私家 他有很多的缺點 但是是一齣值得看的電影 在第一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